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澳门最早期的首信 盐仔蟹 螃蟹 为什么最早期呢 以前好多人就来澳门 因为澳门有博彩业 那么好多人来澳门玩旅游 那么买回去想买什么东西呢 聪明的人就想到 我们这边澳门是刚好是一个水域非常好 闲闲借一个珠江口 闲闲借一个水域 所以出来这个螃蟹特别好吃 又鲜又甜的 那么好多人就加了 就卖给一个用笼子 一笼一笼 卖给一些旅游人士 那么就是第一代的首信 慢慢就 因为好多人去榨这些螃蟹 没了 榨完了 慢慢就发展到一个卖饼啊 卖猪油膏 猪油膏 猪油膏这些东西啊 或者后来慢慢就 猪油肝油肝啊 还有我们的花生糖啊 不同的品种咯 蛋卷啊 就发展到现在咯 所以这个是最炒奇的 你见到这个这个笼子呢 就是 其实我是专业找一些 以前的老人家来帮我 再重新 做出来 就在这里 摆在这里 给人家怀旧一下的 我16岁都没读书了 我读了六年 六年书 小学毕业都没读书了 本来是想做警察的 那么就 还没到年龄嘛 18岁才能考警察 那么就打一份工 做个面店 因为我爸之前 已经开一个小摊的 那么我就以前在帮忙 后来没读书 就去打工试一下 打了半年工之后 感觉还是回家 做这个小摊 这个花生糖好一点 因为收入高 哪时候打一份工多少钱呢 我记得700块 我进去的时候 打了半年 他加到我1300 其实也挺好的 老板挺看得起我了 那么我感觉 还是不是 因为我们做一个小摊 那时候应该七八千 随便都有了 开一个小摊 多好多 那么自己开个小摊 推个车仔出去 就可以摆卖了嘛 好简单的 是不是不用牌椒啊 小贩牌椒都不用的 吹车就行了 好简单的 那么做了一两年 到18岁了 准备考警察了还是 那么就去考考了 想报了名 准备考 后来有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你这个性格不行啊 你太老实了 太喜欢说真话 你得罪人了 你就可能被人打死不定了 你这样做事 那么想想自己性格 我也是真的不能做这个工作了 那么不如就老老实实做这个小摊 就带着做小摊 我爸爸的名字叫梁巨鑫 巨鑫就是中间的名字 他以前做了好久了 我们小时候就跟他一起摆摊 他做的都是因为我说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也是大陆过来澳门移民过来这边的 可以说是第一代移民 79年移民过来澳门的 来到时候呢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什么都做了 他也是 以前我们家里是在佛山 我们老家佛山人 在佛山做 也是做饼扎的 后来一个历史的问题 就没有做了 那么就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没见过这饼扎 我爸告诉我的 我来到这边 他说 我什么饼都怎么做 什么都行 我就跟他说 有一张发生堂好好吃的 为什么不做发生堂呢 他说 之前他做过卖水果 什么都做过 我爸 后来我就说 卖方的好 因为好吃 他说 好简单 马上就自己打一部车出来 因为他做 然后怎么都懂得也是 我爸都自己车都懂得打铁 怎么都自己弄出来就行了 所以就弄一部小车出来 就煮这个方堂 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我没读书才做这个方堂 后来感觉也要挣钱也要生活 不如就努力做好一点 那么想着发明一种东西 后来我就煮 我喜欢吃姜嘛 那么我就后来煮煮姜糖 煮了发明这个澳门的姜糖 就是我发明的了 后来就是 那时候在研发的时候 常常做的不好 我丢掉 偷偷丢掉 给他看见了 所以那时候有一句 他常常说一句话 拜扎子 说我拜扎 他丢不好的东西丢掉了 所以就慢慢研究出来 研究出来之后 开始有点名气了 最近的名字开始有点名气 因为我们研究姜糖之后 香港的报纸的杂志都跑来 原来发明这个东西好好吃 那么就介绍姜糖这个东西 还有顺劳也介绍发生糖 那么就慢慢牌子就打响 就出名多一点 广东人喜欢吃姜的 因为姜香香辣辣好好吃 所以就喜欢这姜 后来我就研发了 以前小时候是好硬的糖 硬糖硬糖 我改良变得脆糖 脆到好像薯片一样 轻轻一咬就碎掉了 这是也是 没事干也是 没什么都研发研发 我最爱研发了 原来这慢慢找出我的兴趣 怎么让我成功呢 这是我感觉应该是 我们一直都是品质第一 你首先做好你的东西 你的品质 你的东西好吃 你的品质够好了 那你就 人家相信你的客人越来越多 还有另一种 就是我们的 可能以前小摊子的问题 要走来走去 所以我一直都要买店 买店开店 你看到我们的工厂 这么大的工厂 20万匙的地方 也是买回来的 这是怎么说 因为我好害怕租给租了 人家把我赶走 那就完了 麻烦了 我要找地方再生产就麻烦了 所以我一直都买下来 店铺也是 我第一家店也是 也是差不多也是顶住下来的 算是买下来一样的 因为我就怕人家到齐了 赶你走 或者是家里好高的租金 所以我澳门绝大部分的店铺 都是买回来的 以前便宜的时候 就是没人 可以说没人要的时候 我就买 买下店铺要开这种 竞争率所以就大好多 我不要为了这个租金贵了几倍或者十倍 你就炸炸钱十倍 你不用这个 材料贵了 租金贵 你只要轻轻调整一下 你已经可以不用亏了 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功的一个 做的最成功的一步 可以这样说 我感觉真的好幸运好幸运 幸运什么呢 我们是最差的时候 我见到 现在不一定是最好 可能也更好 以后更好 应该可以 现在已经非常高峰 非常幸运 由最低 我是经历过最低 其实现在每一样都是 无论是游客 或者是我的其他的 买下好多的地方升职 或者是我们的 每样东西都好好好感 好 就是经历过刚刚好 这是最低潮到高潮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享受到 也是把握到 所以是好开心的 你知道我每一天睡醒第一句话 跟自己说什么话吗 我太幸福了 每天感觉睡 因为我感觉自己每一天 就感觉自己好幸福的 每天都 一睡醒都跟自己说自己太幸福了 因为你经历过最差的时候 现在这么好 生活这么美满 没有一点不顺利的 都好顺利的 那么你不敢 还有什么呢 因为澳门我知道是差不多80%是买了房子 现在最贵什么就是房子 大部分人都有房子的话 基本上你其他消费政府都要补贴的 比如说你坐车好便宜的 就是好像是一块到两块左右 坐车走完澳门你不上车 走好多圈都行 可能是坐巴士都好便宜 好多的政府的别税 好小免税 好多都 还有每年都派钱可以这样说 医疗费什么都有 所以就生活在澳门 确实是挺幸福的也是 员工也不错 相对来讲澳门的人工 我就说一个故事 以前我们小时候听到 好多人都跑去台湾打工 现在好多台湾人跑到澳门打工 你知道多厉害 以前我们好多人跑去香港做黑工 现在是香港人跑到澳门做黑工 你知道澳门生活好不好 不好怎么过来这边呢 我游战 我游戏 别人